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日本大阪入手的輕珠寶編和Celine編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Babel 我這次真的瘋了 我只是花錢在他們的輕珠寶櫃都不知花了多少錢 試完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瘋了呢 因為我前幾年去日本大阪買了這條鑽石鏡鏈 一直都很喜歡 戴的頻率也非常高 每次戴出來大家都問我這條鏈在哪裡買的 買了多少錢 各樣各樣 我這條鏈是在這個品牌買的 當年買了一萬元左右 它有不同的尺寸 大約一萬元就是我這個尺寸 我自己非常喜歡 因為它真的很閃 我戴著洗澡各樣東西都是沒問題的 我一直都很想去日本再看其他東西 但我們沒有機會嘛 所以現在有機會就瘋了 不只看這個品牌 我還看了其他品牌出來 你看多誇張 所以今天我要慢慢跟大家去分享 但大家不要逐樣問我多少錢 因為我分了很多日去買 有時一次過就買兩三條 所以我不是很記得的 但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輕珠寶這類型品牌要看有沒有鑽石 當然有鑽石會比較貴 可能要六七千元 甚至乎這條鏈是一萬元 如果沒有鑽石的話 其實大概是二千元起跳 二千至五千元不等 看看它的設計有多複雜 有多精緻 大家心裡有預算 但當然價錢實質要去到 大家自己再檢查 看回率就會更加準 第一件事當然是去我這條鏈的品牌 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我會銷的 當然是有的 品牌的名字就是這一個 你看到都比較長的 我都不太會讀 所以我不要亂讀 就是這一個 很認知的 因為大型商場都有檢查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看 而且這個品牌在日本和台灣都有檢查 如果未來短時間都不會去日本 但會去台灣的話 都可以去搜尋那些地方看看 但當然我覺得在日本的價錢 因為回率的問題就會更划算 這個我看了好幾個品牌 最終我購取了這個品牌 是一個HOTSHIELD 這個其實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但大小小 因為如果你拌這個Counter的話 它旁邊所有的輕珠寶品牌都拌了一堆 你可以逐間比較一下 因為鑽石頸鏈也好 這一類型的設計也好 其實其他品牌都有 但你看看你自己喜歡哪個品牌多些 預算是怎樣 那些大大小小 那些肥肥瘦瘦 你自己喜歡哪個多些 我比較完一輪之後 我還是喜歡這個品牌多些 因為我覺得它圓比較可愛 而且這個尺寶 剛剛好 細小小的 然後鑽石非常閃 所以我買了這件 後面的尺寶跟鑽石鏈不同 我現在戴的尺寶 我戴的尺寶是可以 輕微的長短的 但這條沒有 只有兩個洞 可以很短或長一點 現在我先收這條 輕輕戴上去 大家可以看看最長大概是有幾長的 如果最長大概是這樣的 我覺得都不錯的 不會在這裡好像很擠 有少許位置走盞 可能你疊戴一條是Choker的問題 或者是長一點的鏈都是不錯的 我喜歡它很閃得來 很精緻 所以這個我就抽了它回家 第二個品牌是我新發現的 燒到滑滑的 就是這個品牌 局大商場都有Counter 我是要買到的 買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跟大家做完這條影片之後 我就可以真正去戴 先說這個 我找到什麼說什麼 這個耳環 大家看起來好像很簡直 但其實這間的Jewelry都是用18K金 或者10K金 甚至乎有沒有14K金 但每一個品牌都會告訴你是多少K金 所以不會變色 比較短一點 我忘記了誰打誰是多少K金 我也不特意去記了 它也有一個類似小冊子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寫 它也有寫的 這個是K神 所以你可以參考 每一個品牌都會有小冊子 我可能覺得它是給保養 但我們言語不通 我就不多說了 我也不太擔心 這個款的耳環 我自己一看到就很想買 其實它有一個款是再肥一點 再兜一點的 我覺得那個是很有趣 其實我先看了那個款 但因為我的耳朵實在太大和太肥美 那個就帶到我身上好像有點迫 所以我推薦了這個 瘦削一點點的 看起來都精緻 但那個圈圈大一點點 我比較容易控制 現在我戴上耳朵就是這樣 不會太大 圈圈也很簡單 很minimalistic 就算我戴眼鏡 現在戴上耳環 看得到不會像聖誕樹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應該非常想戴 另外一個 看看是什麼呢 都是耳環來的 這個小顆到看不到 小顆到地步很難看 但我就是喜歡它夠小 因為有很多時候想戴一些東西 但不想太大顆 又或者太搶眼 所以我選了這個很小顆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類似是四顆很迷你的鑽石 黏在一起 中間是有點空位的 看不看得到 因為太小顆的東西很難看 這樣好像看到 它真的很小顆 我覺得我戴上去大家是看不到的 但我喜歡它這樣 而且如果耳朵有很多個洞的話 你就可以上面那些是戴這個尺寸更好看 因為不會太多東西 但有一個很風格的感覺 我現在戴上耳朵就是這樣的 超級小顆 但我覺得有些日子想戴一些東西 但我不想它有標誌 不想它認識的 想插著一個洞 想它很小顆 這就是我的杯子 去到項鍊的部分 還是同一個品牌 大家看不看得出 我很愛這個品牌 看得出的話 留下給我舉手emmoji 就是這條項鍊 它們的項鍊是有不同的長度的 但不是每一款都有那麼多的長度 是看款的 所以有時候看到有款你喜歡 但想它短身是未必有的 這款我沒記錯是40cm 屬於短一點的款式 它有中長度和長長度 看你個人喜好 因為人人喜歡的東西不同 這些項鍊我會戴很多和很喜歡 因為它是什麼都沒有 你看到嗎 它是一個長方形的圈勾著另一個圈勾著另一個圈勾著另一個圈勾著 它是閃的 它沒有寫的 但是閃的 這個是不能調長短的 戴完之後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穿冷衣的話 我們來看看 就是這樣了 這個是比較薄 設計是非常平衡的 我覺得這些就適合了 第一 你不會體驗 第二 如果夏天的話 有時候戴很粗糙的東西 很熱的 夏天戴一兩條疊戴是非常好 然後你走的時候它沒有寫 但它有閃閃閃的 我覺得非常好 到另外一條都是項鍊 不過這條項鍊之前 我要問大家記不記得 這條Misoma的項鍊 有些你們都跟了我買的 我每次戴大家都會問我 扯不扯頭髮 很美 又很簡單 不扯頭髮 不翹頭髮 不夾頭髮 這個我也戴很多 看之前的影片都已經知道 但這個是比較粗礦的款式 我想有些東西有點相似 但又新一點 You know what I mean? A girl needs option man 就是這一條 讓我找到它 打了膠 就是這樣 它的概念都是同樣的道理 但是它是幼很多的 這條也是比較短身 只有一個扣 一個長度 不能調長短的 但它們店舖是有些加長器給你買的 但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會這樣戴 如果我多長一點鑽石項鍊的話 這條就可以剛剛好在上面 以鑽石項鍊長到這裡 我覺得是完美的 或者就這樣戴這條 我覺得也是很nice的 如果你有一點東西看 例如你上班 或者你不喜歡太多東西 喜歡清清的 或者你不喜歡疊戴的話 你可以就這樣戴這條 有一點點東西看 但它沒有轉模 但它都閃的 意思是我一轉的時候它都閃的 有一點點清清的東西看 但沒有那麼悶 因為有時衣服就是有一個魔術可以令你的外套提升 這個我非常非常喜歡 跟大家說完之後我就會帶 我們繼續看 都是同一個牌子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眼中情的戒指 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們貨源都比較緊絕 大家看完喜歡 它是有網站的 但它的網站又不是所有款式 但如果大家看完喜歡的話 有機會去到是沒有貨的 這個我先打底 這個戒指我覺得它精緻無比 它是開口但有不同尺寸去分 中間有兩排 然後旁邊有很幼的線去圈 其實它不是線 原來是臉 帶了上手就是這樣 好像弄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是一隻戒指 大家都知道我戒指是戒多的 是要更換的,所以我看到這款非常精緻 又夠閃,沒有寫的狀況下,它都很閃,很精緻 就算我掉帶其他戒指,它都不會太過敏 所以Goodbye 我只說這個品牌都說到斷氣,但我們還未完 有這個軟的戒指 我都說戒指是經常用得到的,我都會換 就是軟的戒指 它很簡單的設計,但戴上手是好看的 我打算戴在手指,戴上去就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看,但又很簡潔 就算你不脫洗澡那些都是沒問題的 當然小姐是要叫你洗澡洗澡它會好些 但我基本上是不理它 但我覺得很不錯,因為這個有少少型格 但又不是太粗獷,亦都可以疊大其他東西 所以變成最愛 終於來到這個品牌的最後一件產品 亦都是我很興奮的產品 這個其實是我等著付錢的時間 然後再納納一下它們的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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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我玩完給你看,你就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興奮 OMG,這個設計我覺得很不錯 第一,我覺得它是手頁,因為它是硬身的 它不是手鏈 它是這樣的,你看到它都很閃 然後因為我本身手很幼 所以我戴不了牙 很多時候我戴牙都會很鬆 然後我一摸的時候,牙就飛了出去 所以我是很難選的 但為什麼我看到這個這麼興奮呢? 它是一條這樣,是這樣的,Baby 對,然後它就黏起來,你手闊一點 你不就黏鬆一點,你手幼一點就可以黏右一點 我現在看看我自己這樣掌握是否能夠 自己弄沒問題,你看?OMG,這個很好 對,又方便大,又方便脫,又夠閃,又夠清 我覺得它剪了我很多的包包,它沒有寫的 但它它的切割面和用的物料都很閃 所以不斷我這條,泰國的東西 這樣戴是否很不錯? 我覺得很配合我這抽 所以我覺得再多兩抽都可以 因為它很清,所以再多兩抽都不像聖誕樹 所以我就買了 但提提大家,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記得洗澡的時候這個一定要脫,因為它是有磁石在裡面 所以才可以這樣黏住 所以大家洗澡要脫,但我覺得沒有打緊 因為很方便,一撕開就對了 而且Sales Lady跟我說這個不可以和你的錶一起戴 因為要黏住你的錶 所以你戴錶的話,這個不可以一起戴 要戴另外一隻手 OK,最後一個輕珠寶 brand,然後我們到Saleen 就是這個品牌 我買了它們最出名的細心心 是不是很有趣?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也是要洗澡的,但我覺得是OK的 我看看如何探索 放在頸上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也是不能抬來抬去的,兩個長度 只有兩個扣,兩個長度 深深我們近距離看看 深深我覺得很難選擇 因為我個人很尷尖 她的深要是Certain Shape 我才喜歡的 不是所有深我都喜歡的 大家過往這麼多年都看到我很少買深深的東西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個人比較麻煩 這個我覺得戴上去是 有一個pop of color 它不太女生 這個現在是最長的 有一個pop of color 你再戴戴其他都是OK的 戴回我剛才買的那些鏈也是OK的 或者你再戴一條長一點的鏈也是OK的 我喜歡有時候 例如這樣,可能拉短一點 這個鑽石鏡鏈也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沒有那麼單調 所以我覺得,唉唷 我又有很多 可能有些顏色的話 我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就想試這個 而且我看到她的深也很帥 所以我深深眼看完之後就付錢了 然後我們來到Selene Selene我買了三樣東西 因為會,各樣的問題 真的比香港便宜的 所以我就入手了 大家都應該記得 我有對Selene的小白鞋 我之前都分享過 它是非常之好穿的 因為它裡面的舌頭很厚 雖然它看起來都很膩 但它穿上腳是非常舒服 要走得久的日子我覺得是深濕的 我一直都有回到Selene看看 它有沒有出其他配色 因為我那邊是全白的 但女裝沒有其他配色 只有全白 它做了厚底的那些什麼 我就不喜歡 我個人夠高 不用再高一點 但我知道它藍妝有其他配色 我每次都會問完之後 藍妝嗎? 那算吧 我再等一下 因為便宜一點 我就等不到 所以我在日本買了這雙藍妝 因為我的腳比較大 我穿39號半鞋 40號我都穿得下 我現在買鞋買39號半 40號 因為比較鬆一點就沒那麼夾 我又抽了這雙 這雙是40號 我裡面加個墊是perfection 所以我就買了它走了 其實這雙跟我的那雙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這個邊 這雙是灰色的鏡皮邊 所以是有點不同的 但我覺得它真的太好穿了 所以我屬於回購 另外一雙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不同配色 可想而知我有多喜歡這雙 藍妝我都照顧 黑白 但它這雙有點不一樣 我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裡有兩塊東西做了上來 好像連著這個位置 這雙是沒有的 但十七個其實我都一樣的 而這雙是每次走入SELINE 在香港的時候 我都是穿上去的 我覺得我是喜歡的 只不過之前可能因為它是男裝 我覺得我等女裝 可能有些配色更漂亮 但等來等去都等不到 我何時等了 買完這兩雙就大滿足 然後來到手袋開箱 這個其實是我的wish list 但我沒有想過這麼快會買 但因為算過價錢 我覺得實在太划算了 所以我就入手了 就是它這個 我不懂得唸 我會放在資訊欄 就是它類似Hobo 我剛才給大家看 其實它前面有SELINE的Logo 我買了黑色皮 這個位置是可以調整的 我現在是最長的 因為最長的手肘 會在手袋的樓上 我覺得最舒服 而且它是有點Hobo style 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後 其實是on the list 但我在香港就知道 沒有什麼刺激 你未必會去買 那樣東西on the list 或on the list 有一天有刺激才會去買 我在日本看到是什麼呢 我剛開始對它Canvas有興趣 它有一個是老花的 我貪它夠輕身 不會刮花 因為SELINE的皮 其實說真的會很容易花 我最初就看老花 然後老花香港賣21,000元 皮就27,000元 但我在那邊刮過價錢之後 我就說 差不多用到多少少Canvas 香港Canvas的價錢 就買到皮了 在日本便宜了幾千 所以我就買了皮 因為去到試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不重 我預期它皮會很重 但這個包包是不重的 比較輕身 另外就是 我覺得Canvas那個 因為它始終Canvas 它是比較固定一些 硬了 你看到我這個皮圍是會的 我未用它都會沉一點 但Canvas那個是這樣的 然後我背了上去的時候 我略嫌它太工整 如果這個包包來說 我略嫌它太工整 然後我就不太喜歡 反而想 如果用一下的時候 它再對一點 就有垂對感 也有off duty感 然後因為便宜幾千元 我就抽了這個包包 當然我會用完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各樣各樣的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